你怎么会这样的 少将军 这刚过完小暑 您穿这身胡毛 不热吗 墨家创立了近百家钱庄 乃着天理国首富之家 这个女人居然送上门来了 能把那十桥 怎么让她心甘情愿地解除契约呢 因为墨府不是想进就能进的 必须严格地选拔 墨府上上下下 一百零八个差事 这差事 简直是为本姑娘专属设定 有啊 开义渠堂这么多年别的不会 照顾宠物那可是不在话下 再说 这么冷门的差事 肯定没人瞧得上 这墨家应该可以混进去吧 看狗官挺合适的 我那猴都能训得服服帖帖的 小女子想进墨府 照看于夫人的爱犬 逗你了 女人 我叫苏小和 大家都叫我小薄荷 我的理想差事是看狗官 你去 我在青山镇开了家小店 叫义渠堂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 我的爱好 说白了 就是卖花鸟鱼虫的呗 苏小和 以你的资历做看狗官一职 真是才委屈你了 你看 东苑的第一侍女一职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 今日便可入府 可是我想看狗 你会扫地吗 你会倒茶吗 真是多才多艺啊 你这样的人才去当看狗官 真是太浪费了 你完全符合 东苑第一侍女的要求啊 可是我没有这个经验 你看看 你看看 多么的谦逊 我们莫府需要的就是这样 得意双心的人才 这东苑第一侍女啊 每日只需工作两个时辰 月份一百两 全年啊 有一百天的待月银假期 一百天 你这就去 这样就能专心找个人了 承认啊 行吧 你这 本王子果然优秀 这莫府真是太大了 怎么找线索呢 骆风哥哥没搞错吧 这是给侍女的房间 正是 这哪是侍女的房间 这简直是公主的闺房 喜欢吗 怎么又是你 谁啊 我之前刚逃出狼坑 又入虎穴 我虽然逃婚了 但这也不能全怪我 我也是被陷害的 我也是说害者